為什麼做教育呢? 遊戲和教育是兩回事 其實是yes and no 有很多我們叫做underline的技術 例如大數據、AI 其實遊戲和教育都很適合用 還有另外我們的理想 就是想幫助世界發展得比較好 因為我們覺得 教育和學習是以後向前走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無論對個人也好 對公司也好 對家庭也好 對國家也好 我們就投入了教育的行業 其實也是創業 我們做了21年 都挺成功的 我們是端遊和手遊都有的 教育呢? 我們做的都是跟科技有關係的 我們覺得學習 就不只是在教室裡面學習 或者學校裡面學習 因為我們覺得那個教育方法太舊了 應該要革命的 即是要創新的 我們就嘗試去建立一個新的學習的理念 就是利用科技來幫忙 那時候當然想不到有新冠疫情的問題 因為有新冠疫情 現在法國全世界都知道 其實學習不可以只限制在課室 我們有一個平台 我們有硬件有軟件 是支持這個學習的模式 我們叫做Blended Learning 我們有一個平台 我們叫做Enmodo 現在全世界我們超過一億的用戶 在這個平台上 那好像最近 埃及或者泰國都宣佈了全國 會用我們這個平台 是支持這些學生 是隨時隨地可以去學習的 最大的市場就是美國 暫時來說 歐洲都很大的 現在我們開始在中東 和亞洲和中國發展 其實我們的理念 就是覺得教育很不平等 這個叫做Education In Equality 或者Equality的問題是很大的 現在你有錢 就可以讀很好的學校 現在很多都是精英製 我們就希望利用技術 就將那個 In Equality 那個 Gap 就可以收窄 因為以前的 教育為什麼會 跟一個年紀的人等一班 其實是那個 我們叫做 Arbitrary 的做法 你怎麼投入呢 人都是越來越貴的 但技術是越來越便宜的 尤其是現在開始有 AI 有 Big Data 所以我們的看法就是 是否可以完全可以 Closer Gap 難的 但是可以將那個 Gap 比較接近 我覺得最少他們基本上 可以學習 有人幫忙 教育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分別 但我們會不會做到 我們會不會做到 你會不會做到 你會不會做到